這個動作重新錄製下來 錄製完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錄製完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我們錄製的 其實你會發現它程式其實就一行 這個只是因為它太長了 所以像我的習慣 像比如說按照順序我講過 如果你不想要那麼長 你可以把這個參數拿掉 這個叫參數名稱,冒號等於 因為我是按照順序,所以這個可以拿掉沒關係 這個是第一個參數 它的網址就這一串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直接去抓取 某一個網路位置的XML的話 你就把直接這個字串換掉就好了 換成那一個XML它的網路上的位置 那就可以直接把那個XML資料抓下來 我是覺得目前用起來 我覺得這以Sale提供這個功能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因為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根本不用再去分析 分析什麼 分析那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檔案有沒有 當然我習慣是拖拉啦 直接就丟到那個瀏覽器 這邊丟過來 它就直接 有沒有 應該是丟到 直接就丟到哪裡了 丟到那個瀏覽器這邊打開 它就自動秀出來 或者你可以用什麼Nordepay++之類的 其實XML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棵樹 那這棵樹長的每一個文件都不一樣喔 所以比較麻煩的地方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那種 就是這個XML的相關物件來開的話 我之前試過真的太麻煩 因為每一棵樹長不一樣 你還要去分析說 你要的那棵樹裡面的資料放在哪裡 你要把那裡面的資料逐一的抓下來 比如說它放的是這個位置 有沒有這個名稱 你還要去找到這個名稱 然後裡面的每一個名稱 你要把它抓出來 一個一個的 再去做排列 然後再寫一個回圈 雖然也沒有說 困難到無法接受啦 不過如果跟剛剛這個比起來的話 那你會發現 Essail這個功能實在太方便了 我們主要什麼 把這個寫完之後 然後自串 OK 第一個就是你的網址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不要Input一個Map 那這邊給一個Nothing InputMap就是說 你裡面是不是本來就有一個XML檔 你要把那個資料 再放到那個XML檔裡面 沒有那就Nothing 再來的話是不是要Overwrite 是不是要覆蓋過去 預設是True的 那我們就True啦 OK 然後Distination的話 就是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參數 就是網址 然後要不要放在那個XMLMap裡面 要不要覆蓋 要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OK 然後你會發現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 跑一下 OK了 很快 但問題來了 第一個 我希望怎麼樣 因為它目前幫我匯進來的東西 你會發現這邊 它會停在 設計裡面有個表格 意思是它這個地方是用個表格的形態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它轉換成範圍 你才有辦法清除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格式清掉的話 你會把Ctrl 去向右向下 假如你用常用 我記得好像清除 清除格式有沒有 清除掉 這居然可以清除掉 但如果你用程式清好像清不掉 OK 如果你要把這個恢復 你假設我按這個轉換範圍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用錄製聚集 它 是錄不到任何程式的 也就是這個功能 在聚集錄製裡面 它不會被產生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怎麼辦 沒辦法轉換 所以後來 我就查了一下 官方的那個文件 後來他跟我講說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恢復 成那個範圍的話 只要 寫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因為呢這個表格 在 VBA的物件叫 List Object List Object 加S 那個List Object 它的位置是放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Active 一樣 Active Shit List Object 裡面的 所以點 裡面的一個叫List Object OBJECT 加S Object 應該有很多個 然後哪一個呢 因為我這個裡面只會有一個 所以就是刮五一 就是那一個啦 就是目前這一個 那我要把它 就是轉換為範圍 就是把它的那個List Object 把它取消掉的話 取消 它的List的話 那我就是加一個 UnUnleashed 這樣就可以了 OK Unleashed 那你會發現我打的字 全部都小寫對不對 那如果呢 我如果打錯字的話 移開 手字就不會變大寫 所以這個也是 一種方式 全部都打小寫 那我把它移開 你會發現 如果手字有變大寫 那表示我都打對了 A1變大寫 有沒有 表示這個OK了 沒打錯 這個List Object 也有沒有 手字變大寫 Unleashed也變大寫 所以你們以後可以試試看喔 全部要打小寫 移開喔 如果有沒有變大寫的 那表示你可能打錯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個地方喔 假如我要把它恢復成沒有 移除 這個恢復成 原來是範圍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它加一個 Unleashed OK 那你會發現 上面的篩選就不見了 OK 那另外的話 上面也不會出現那個設計 意思是說它已經不是一個表格 也就是不是一個List Object OK 所以其實表格在VBA裡面 它把它稱為叫List Object OK 那如果我要希望 最後一件事 我希望幫我把這邊的所有格式 就像這樣 Ctrl-Shift向右向下 幫我把它的格式 恢復成陽春的狀態 就是清除格式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如果我要寫VBA的話 該怎麼寫 其實就全選嘛 所以前面有講過嘛 你可以先把游標 先放在A1就好了 用今天一直強調那一個 Current Reach 有沒有 這個嘛 它就會幫你把它全部都 就是全選起來 所以我覺得Ctrl-Shift還蠻厲害的 有沒有 你只要把游標放A1就好 然後把它的格式清掉的話 就什麼 Clear Clear什麼 Formats 這樣子的話呢 就OK 所以要把游標 這個 再移到上面來 資金這一行看看 有沒有 那馬上就可以得到一個 我們要得 一個 最後的Excel檔 所以呢 XML 變成Excel 這麼簡單 你們可以再去試試看 網路上其實 非常多可以練習的 在台北市政府這邊上面 一堆190個 然後在哪裡呢 在那個 政府 的 中央政府這邊也有嘛 有沒有 這個Excel 哇 11816個 你們可以找找看 我的習慣是找什麼 找那個 最 最多人吧 或者是下載支出最多的吧 你試試看 這邊的話 有一大堆 剛剛有看到一個 什麼 造勢路段 哪一條路上 最常有造勢路段 你會發現 基本上它好像都是三個 Json XML CSV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那就是 剛剛主要是 把那個 XML 匯錄到Excel 錄製成聚集 了解一下 錄製的相關 使用的物件 主要是利用那個 它裡面有一個 物件名稱叫 XML Inport 的一個 物件 所以 XMLInport 還蠻好用的 裡面的話只要傳給它 四個參數 哪個網址 要不要放進它的 XMLMAP 要不要覆蓋 放在哪個儲存格 四個指定給它 頂多是說我加了 我自己習慣是 把它的那個 ListObject取消 ListObject因為 錄製聚集裡面 是不會產生的 很妙耶 我試過很多次 奇怪 我做那個動作 它居然沒有 對應的程式產生 後來我是自己去查了 才發現原來是 這樣一行 OK 然後 還有就是最後 把那個格式先清掉 因為這些格式對我來說 有點障礙 所以我就把它清掉 那這個部分呢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加油站的XML部分 把它試做看看